欢迎回来热血追踪 收费员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早年规定收费员要轮三班 住宿舍 因此有所谓的禁婚令 一直到了民国84年7月份才解禁 不过少女收费员 却也因此搓涂了他们的青春 还有婚姻 到现在有一些人还是单身一人 热血追踪也实际的走访了 国道收费员的宿舍 发现他们的生活真的是相当的单纯 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工作 即便是生病或者是心情不好 也只能够跟室友互相取暖 而工作上面常常往来的人 也特别容易成为结婚对象 不少女收费员也因此跟卡车司机 或者是国道警察缔结良缘 这个地道是通往我们要上班的车道 这边有时候这个地道做了快四十年了 有时候建筑的水泥会滴水下来 有时候会用铺砖头去上班 不然脚都撕掉没办法上班 年久失修的水管 每逢外头下大雨 里头就开始下起小雨 滴滴答答的水声 悠悠回荡在空气中 让深埋泰山收费站底下 将近四十年历史的密道 更添神秘色彩 不过下一秒 徐大哥骑着脚踏车 划破极境 要带我们走进收费员与密道 密不可分的故事 这个地下道旋转梯有总共四个 它可以转到车道去 眼前这个窄到不能再窄的旋转梯 连接的正是收费员的工作岗位 有同事很胖 他常常卡到 走得不方便 有的同事太高 上面的楼底口 他都不想上班 有的干脆就不做了 还有人跌倒 好危险 危险的还不止这个 瞧瞧这长一百八十公尺 宽三公尺的密道 即使快步行走 至少也得走个三五分钟 但收费员休息时间短促 早期没有脚踏车代步 为了准时上工 经常在密道里拔腿狂奔 一个不小心就是摔得全身伤 但这号称全台第一站的密道 又称作爱情隧道 巧巧搭起许多姻缘巧 小店帮我送饮料 冬店帮我收了咖啡 还有是送宵夜 就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样两个就变成夫妻 好朋友变成夫妻 收费员与收费员之间 一段又一段的爱情 就在收费站底下偷偷萌芽 让原本冷冰冰 略显阴森的密道 多了些许温暖 但是这些恋情 都是发生在民国 八十四年七月后 因为在这之前 高工局有向禁婚令 也就是收费员口中的 单身条款 就是只要你一结婚 就不能继续在收费站 继续工作就一定要辞职 然后我发现我同事 就是有人因为这样子 一直没有去办理 那个结婚登记 一直到那个 禁婚令解除之后 他才去登记 在禁婚令底下 面包远比爱情重要 为了糊口饭吃 就算当时有互许终身的对象 也只能化为地下情 偷偷摸摸不敢宴客登记 也不敢怀孕生子 因为当初进高工局工作 就是白纸黑字签约写明 必须单身 我进来之后 进来三年 因为因为我遇到一个对象 就是刚好又碰到这个 单身条款 所以就离职了 家座人妻的李秋香 因为禁婚令 被迫离开收费员的工作 是在相隔十二年 等到解禁后 才又重新考进高工局 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个案 怎么都没想到 一条单身条款 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 变成说自己要照料自己 不然从年轻到现在 耗在这里的时间 像我是没有结婚 那你时间久了之后 也是只有一个人在照顾 可是问题是现在 人家十几年下来 岁月过去了 青春也流逝了 健康也没了 我觉得 说不算是我所有青春的奉献 它也陪我成长 突然间就这样子不见了 我就觉得很心酸 想到自己从高中毕业 民国八十年就进高工局 服务了将近二十二年 女人在金华的岁月 全都奉献于此 就忍不住红了眼眶 许多人刚毕业还年轻 根本不觉得 禁婚令有什么杀伤力 但眼睛一眨 不知不觉就过了试婚年龄 下班了 下班了 好累 好累 快要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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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在高雄岁山收费站 三十四位女性收费员当中 就有十七位至今仍是小姑独处 除了受限当时的禁婚令 错过姻缘 收费员规定轮三班住宿舍 也在无心中 隔绝了她们与外面的世界 五十五分了 二十二 二十二 我们是才二十四小时三个班 那大夜班就从零到八 第二班就是白天班 就是八到十六 那第三班就是小夜班 从十六点到二十四点 我们是用二十四小时来分 说到了工作内容 收费员透露无奈 轮到大夜班时常日夜颠倒 长期作息不正常 导致免疫系统失常 连身体都搞坏了 就像我早班下班来 我可能睡不着 我白天睡不着 那我现在要来上大夜班 那上大夜班 就会觉得人不是很舒服 大概要适应个两三班 两三天之后 慢慢适应了 正好又适应的时候 大夜班又适应了 又比较好睡觉一点的 下班累了又比较好睡一点的时候 可能又要换小夜班 即使是正常的白天班 假日也得轮班 为了预防员工发生危险 高工局更强制规定 轮小夜十二点下班后 一定都得住宿 收费员私底下透露 即使八十四年解除禁婚令之后 三班制的工作形态 让他们不是在收费站上 就是在宿舍里休息补眠 实在很难有机会 认识交往对象 来 吃饭了 来 帮你 等我 就算回到故乡 也只有自己一个人 大部分的人都去工作 然后像那个 朋友的婚礼 亲朋好友的婚礼 你要请假也要有人带班 帮你值班 但是谁要帮你上 礼拜六跟礼拜天呢 牺牲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 促使与对象认识的机会 但说到桃花 也不是完全没有 缘分来敲门 有时候短短几秒钟 就能搭起友谊的桥梁 那货柜车几乎都是固定的路线 对啊 那他就会知道什么时候 会经过什么样的小姐 如果你常常碰到同一个小姐的话 可能就会有递小纸条 会留个电话联络一下 然后久久之可能就会有一些感情出来 那时候认识的人 大部分都是警察跟司机 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收费同仁 都嫁给警察或者司机 送花送咖啡甚至写情书写殷勤 有时候遇到年轻貌美的收费员 特定收费站还会大排长龙 就只为了短短几秒钟的相会 爱慕者展开猛烈公式 连一旁同事都会感受爱意 有比较爱慕我们里面的哪位同事 那他都会专程送点心给他 然后因为他常常过 他也都会认识我们 然后有时候会跟我们打招呼 问我们说那位同事在哪个车道 还是说请我们带点心给他吃 这样子 工作范围过度狭隘 自然而然 临近巡逻的国道警察 固定路线的大货车或拖吊车司机 最容易日久生情 成了后期姻缘一线签的结婚对象 但有时候遇到的却是烂桃花 在这儿小的 这拉着手不放 还会对你露出那一种 很暧昧的笑脸出来 让你看起来就觉得很 很色朗这样子 几乎每个收费员都遇过这种猪割 趁着拿回数票或现金 给收费员的时候 磨磨小手 口口对方 吃是豆腐 但短暂几秒的不舒服 也不能搁在心上 还是得照常工作 顶多回到宿舍里跟姐妹们 吐吐苦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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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逼得医生 收费员的宿舍曝光镜头前 我要先洗 好 你先洗 你排第二个好了 好 好 好 那个大车过车到乌烟瘴气的 所以很脏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会先把自己 整理清洗干净 房间里头私人房踩上下铺 一旁挂满了衣物 桌上放的全是女生的瓶瓶罐罐 随手拿起用烈焰盆装着的沐浴用品 看起来就像大学宿舍生活 收费员回到宿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洗去一身的脏污 更卸下一天的疲惫 我们回到宿舍就是休息 睡觉 看电视 大部分都住蛮远的 所以都是可能一年365天 都共同生活在那个宿舍里面 然后就同甘共苦这样子 喜怒哀乐共享 没有家人陪在身边的生活 就连病痛难哀 也只能靠室友陪伴相互取暖 做了十几年下来了 然后又是胃痛的 然后又要吃胃药 肠胃药 胃痛的 胃气的药 然后要吃维他命 补充 从盒子里翻出来的全是药 看似枯燥乏味的收费工作 却因为日复一日的动作 种下病根 酿成许多职业病 收费员陪上的不止青春岁月 还有换不回的健康 我们吃饭的时间不定时 然后你又时间又很赶 几乎每个人从车到下来 到吃完饭再上去 都只有三十分钟 那你又要赶着要去点钱点片 要把饭吃完 要走到钢位上 三十分钟其实都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都是狼吞虎愿地吃 很汤啊 饮食不正常 肠胃成了受害者 加上每天收费一站就是八小时 今年累月下来 全身都跟着站出毛病 因为我们要长期久站啊 那脚容易痠 那就会很多静脉去这样的问题 整个做补生已经拉到了 我连站都没办法站 可是我们的工作又得站 那怎么办 连有时候撑了一整 都是吃走止痛药 然后来上班 上完了班回来一下躺着休息了 连旁边都要上船都不能上 辛苦啊 为了一口饭 再苦也只能祸着眼泪往肚里吞 隔天拍拍被子枕头 还是得照常上宫 虽然这样的生活 即将告一段落 可是收费员们都想问 耗在这儿的青春 断了线的姻缘 还有他们消失的健康 又该找谁要 我们这边有毛病 我们主校有这个 你看这边有什么 家庭不然要跌了 不然要跌了 这边有哪里 现在找到很难 对啊 什么人这些我帮我送啊 收费员要应付各种状况 还有一些无法预知的 像是车祸 只能够赶快闪躲 而由于国道上常常出车祸 收费员也曾经目睹了 不少所谓的灵异事件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会